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买房子的好贵好麻烦还装修 我一开始不赞成买房子的 然后我妈妈非要给我买 我当时傻逼才买房 结果打脸了 就觉得妈妈是对的 其实是 我在卧室凿了一个洞 就是做了一个滑梯 通到下面的健身房 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有趣 但是我会觉得 我原本以为可能很多家里都会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但好像好像没有人听说有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有这个东西就很好玩的 我可以揭开一个盖 我就直接可以到下面的健身房去 我觉得好有意思 会觉得我才不管那么多 这样 这里主要就是我一个人住 然后还有两只猫 阿妖和阿醉 有人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吵 会觉得 然后有猫在的话就陪我就蛮好的 客厅我弄了一个壁炉 会让家里感觉比较文心 以后大家朋友可以在这里喝着酒聊着天 就是木头的感觉要多一点 会让我觉得比较柔和 比较舒服一点 客厅上面最中间最大的一个字 是一个编字 然后这个字是我自己为自己写的一个剧本 相对于这一辈子 我可能就是要这个 这个楼梯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当时我就想的是一个 黑色的龙卷风的形状 刚开始做的很夸张 比较夸张多了 后来我看久了不舒服 然后最后找师傅 还是把上面截掉了 然后做的稍微温和了一点 我在厨房主要就是用来煮咖啡的 这边横着看过去是一个吞子 是我家狗狗的名字 正好放在饭厅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衣帽间做的还蛮舒服 灰灰的那种旧旧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加入了一些比较工业的感觉吧 工业风的感觉 然后还立了一个很大的全身镜 然后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自恋的人吧 就一定要有一个顶贴力力的全身镜 我们应该以一个怀疑精神来看待 所以说你看到画室这里都是有一把叉 这个门口 我是要有否定精神的 因为我觉得在艺术领域里 很多时候就是错比对更对 一个学画画的人吧 我是很在乎光的 所以说我把最好的阳光 这个落地床这个地方给了画室 然后阳光洒进来还蛮舒服的 然后阳光洒进来还蛮舒服的 透过这个窗户 其实可以看到我的花园 一棵梨花树 一棵樱花树 还有一棵银杏树 我觉得这种颜色的感觉会不错 现在搬进来之后会觉得有一种归宿感吧 会觉得我可能以后会在这里住十年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ículo 106 3 3 3 2 1 2 2 3